因為老師講得滿清楚的 因為我過去採訪立法院的經驗就是 我剛剛已經講了 它是一個叢林法則 但是它也就是大家的規則 就是立委無分大小函 立委跟立委對話 男立委跟男立委 女立委跟女立委 所以剛剛像葉宇蘭委員 他被陳厚波委員 那麼近身的去弄脖子的 我其實我也滿驚訝的 你能想像國民黨立委 如果對民進黨任何一個女立委 這樣去弄他脖子的時候 第二天會變什麼事情嗎 就是說光是陳雪生 跟那個就是這個范芸 他們並沒有 他們有身體接觸 他並沒有這樣 他脖子就已經吵成這樣了 那你看像剛剛那個畫面 你看現在這個 不然我們看一下 那個對 葉宇蘭 陳厚波在他後面 現在已經不是我以前 認識那個立法院了 就是說其實這個是肉貼肉 人貼人 我現在討論的還不是說 男女之間是應該 他應該是全身都被包圍住 還包含了就是他有 他剛剛後來手肘 有很用力的去弄葉宇蘭的脖子 那這個男生基本上 也不會這樣子對 對女生這樣做 我倒不是討論席兄或其他部分 怎麼會這麼用力去做 第二個就是 陳舉昨天剛剛 越南委員講 他並不是現在目前 維安保護對象 非常清楚的是 他既不是監察院長 也已經不是總府秘書長 而監察院長跟總部秘書長 到立法院也都沒有這種待遇 那麼多的保險保護他 所以其實有人說 那是霸氣進到立法院 沒有 其實他是 他是靠著警察開道 才有辦法這樣做的 應該要回到立法院的意識 由立委對立委 抗爭是一回事 抗爭代表的民意 現在在網路上很多人也覺得說 對 陳舉確實是民主鬥士 他也甚至可以當行政院長 或是做其他的位置 為什麼非得做 簽查院院長不可能 但很多網友都在問說 那這樣昨天沒有報告了 那怎麼辦 禮拜五還要不要投票 昨天民進黨已經直接告訴你了 就說 那是你自己國民黨 不讓他上去報告的 而且陳舉也在昨天 在臉書報告了他的書面內容 說我本來要上台講的 那我現在既然上不了台了 我就公告了 這也是第三個前所未見 就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狀況 沒有完成審查 可以直接投票嗎 那現在台灣民眾黨 跟這個時代力量認為說 還有國民黨 這加起來時代力量 民眾黨跟這個國民黨都認為說 不行 你這樣子沒有完成審查 也沒有讓我們審查不應該投票 那憲法規定是7月31號 是這一屆的監委的最後一天 所以8月1號以前其實都是可以 所以比較完善的做法應該是 國民黨抗議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再排 讓陳舉下個禮拜再回來 報告之後下禮拜投票 其實會是比較完善的做法 可是看起來 包含了柯介明 蔡總統跟賴清德 他們都說不讓陳舉審查是不對的 我剛剛也講 不讓陳舉審查 其實基本上是 國民黨也算錯失了一個 去問陳舉 為什麼有58個案子被調查 30個糾正 還有3個你的部署被彈劾的機會 現在陳舉反而躲過了那次巡訪 說那我就不要巡訪了 我直接來投票 這可能也會造成一個 憲政上面的一個首例 過去從來沒有過的 沒有過那麼多人保護 也沒有過沒有審查直接投票的 監察院院長的人選 所以就有人說 昨天那一場混亂 到底是誰得力 幫了誰 是不是反而綠的這個委員可以護著城局 局解直接安全上壘壘 其實是決戰週五 7月17號才是所謂的投票日 那現在藍營他持續的霸佔主席台 綠營看起來他的做法就是先讓你們站 反正這三天就讓你在那兒 我禮拜五我再一次把你清掉 那所以這樣看起來是不是 還是綠營得分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我們要不厭其煩 能跟大家去把這個事情論述清楚 大家記得太陽花的當時 就是因為張慶忠 他有那個所謂的半分鐘 把案子2013年的6月 就已經簽服帽了 9月開始排案 2013年的9月到2014的3月 整整半年 內政委員會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民進黨委員會抗爭 每一次開會我就打在門口 不讓你開會 最後沒有辦法 我就送到大院去了 結果送到大院去 你怎麼可以直接拿一個喇叭送 半分鐘 黑箱就衝進立法院了 那今天以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國民黨抗爭是抗爭 國民黨抗爭 但並沒有說我不讓你尋答 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那個時間拉長 國民黨的計劃是這樣 他沒想到說 我抗爭一次你就說不審了 就直接要來投票了 可是現在看起來 因為民進黨的立委是多數 黨團也昨天已經開記者會 我看到運鵬跟嘉賓 都已經講說禮拜五就是要投了 所以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反而不只陳曲 包含另外二十幾位的監察委員的 提名人通通不用審查 統包通過 禮拜五就投了票以後 所以禮拜五的清晨 他會是這次的關鍵 到時候應該會有比今天 比昨天更激烈的衝突 然後主席還被搶回來 然後就趕快把這個東西尋答 上次那個算不算 怎麼樣 好 那我們今天開始表決 然後就進 然後民進黨 民眾黨會退出 時代力量我還不清楚 國民黨不知道投不投 因為民進黨的票數是相對多數 他們也都非常支持陳菊 所以陳菊 雖然在這樣的爭議當中 他極可能禮拜五之後 就會成為下一屆的監察院院長 所以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 花了這麼多的力氣 這麼多人掛彩 這麼多人指控或是被指控性騷擾 到底是為了什麼 當然我們來看看這個陳菊 他出任這個立法院院長 請導播給我們下一張CG 陳菊被提名為監察院院長 這件事情當然引起了相當多的爭議 那下一個CG請導播給我們 對 杯葛陳菊爆衝突 綠營很蠻恨嗎 藍營抗爭恐怕最後還是徒勞無功 因為禮拜五可以想見看起來 應該是會青州過了萬重山 那我們可以來看 過去他們的抗爭 譬如說他民眾黨 他是到總統府去遞建言書 然後他們是高喊廢考間撤提名 賴翔林也說了 這個判總統撤回名單 可是這喊話有用嗎 看起來是沒有用 國民黨是用佔主席台 甚至昨天他們推翻這個主席台 還有很多講台的桌子 還剪斷了異常的線路 他們希望要求拒絕仇優撤換陳菊 大家在野黨的訴求 其實非常詳盡 可是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回應 其實這次民眾黨跟國民黨的看法 其實相對是比較接近的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反對陳菊 第二個就是反對監院跟考院 因為爭議大 所以就希望說 總統你要不要試圖就是 乾脆把名單撤回去 就尋阿扁模式三年半沒有監察委員 並不會造成問題 以總統的宣誓 這一屆立委必須要進行修憲 2月1號上任今天都已經7月中了 所以就等下三年多的任期 也不會超過三年半 所以既然已經有 那個想要修憲的意志的話 現在為什麼要把考監院提好提滿 陳菊昨天雖然沒有上台 可是他有發表他的書面的那個 就是尋答書 他裡面有提到 他一生為了台灣 所以他希望當最後一屆的 監察院的院長 然後讓監察院的廢除 變成是順理成章 很多人看來也覺得很感動 對 竟然是這樣讓他做 容偉翰在我們大白話 提出小小的一個點跟大家報告 要廢監察院跟考試院 不是靠監察院的院長說 我自己結束我的任期 或者是靠考試院的院長講說 我覺得我應該要回家了 都不是 是要修憲 修憲在立法院 所以今天院長是陳菊 還是前子都沒有影響 立法院修憲過了 就是沒有監察院了 那如果真的要立主修憲 廢掉監察院是陳菊的職質的話 他應該要跟蔡英文總統講 排到不分區立委第一名 進到立法院以後 領先開始修憲 陳菊議題修憲 你說民進黨哪一個人委員敢不簽 國民黨現在實事所必 他也要同意 所以修憲廢掉考試院 才會成為事實 並不是說因為陳菊當了監察院院長 監察院就能廢了 監察院如果找了一個 譬如說很貪的 國民黨的 他去當監察院院長 我立法院修了以後他會抵抗 那我們就修失敗了 不是這個邏輯 但是現在陳菊 他要去當監察院院長這個事情 我剛剛講 刑事別人講是擋不住的 可是民意是在流動的 我看到這兩天網路上 包含雅虎等等 在討論監察院院長 陳菊的適任度這一點 其實看得出來 都已經超過半數的人都覺得說 好像陳菊不應該當監察院的院長 78% 然後有73%的人覺得說 監察院也乾脆就先不要提了 那麼多有爭議的 所以其實雖然 才剛剛經過817票支持蔡總統 民眾黨跟國民黨的這些動作 其實基本上四個字 狗廢火車 也不會改變事實 但是民進黨現在目前做這個事情 硬要讓陳菊當監察院院長的這件事 也有越來越多的問號 對啊 陳菊為什麼一定要當 監察院的院長 他要不要去當行政院院長那就沒話講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會造成一些影響的 那今天這個禮拜五 如果說硬這樣做的話 其實對陳菊本人來講 也未必會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他當然可以當上監察院的院長 那國民黨最好的劇本應該是 抗爭到願意讓這個立法院 因為民意偶大的話 讓那個審查再回到立法院 那我剛剛就說了 其實場外衝突其實基本上是表象 應該要像什麼 就像讓這個監察院的院長的提名人到立法院之後 你讓他上台 你讓他報告 然後你還要提出他無法反駁的質詢 讓他啞口無言 社會也覺得說 對 他真的不應該他不適任 包含了所謂他之前在高雄市政府的時候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一共有58個案子是被調查的 我再講清楚一點 並不是陳菊本人被調查 也不是陳菊本人被彈劾 可是三個彈劾案 都是陳菊手下的局長 他非常提息 而且是非常信任的屬下 那你的屬下被彈劾 你跟他有沒有關係 你要說明 三個彈劾案 30個糾正是對市府 然後58個被調查 這些東西 其實國民黨的委員 大可以在審查過程當中 提出來去請教陳菊 這一些被彈劾跟糾正的案子 陳菊市長當時扮演是什麼角色 這對陳菊來講 也會是一個很嚴峻的挑戰 不過看起來現在 要陳菊回答 這些問題的機會已經過了 不過我們也整理出來 有哪一些國民黨認為 陳菊應該要答覆的六大問題 或是六大疑案 包括了嚴守中立這件事情 打問號 他說要退出民進黨 可以真的做出超出黨派 超越黨派這樣的事情嗎 另外大家知道的慶富案 以及撕菸案 因為當時陳菊是 他是總統府秘書長 總統府的秘書長 另外高雄七八案 大家知道其實由二審的責任 全歸高雄市政府 陳菊能被調查嗎 還有一個發生在高雄 2018年4月的時候 是一個山地部落 叫拉瓦克部落的拆遷案 當時監察院也糾正執法過當 是糾正陳菊主政的時候 高雄市的警方逮捕 抗議民眾這件事情 還有另外市政管理 剛剛偉翰也說了 他擔任高雄市長 12年被監察院 也就是高雄市政 被監察院調查有58案 彈劾三個案 彈劾的是人 都是陳菊手下的大將 都是這個 局長級的人 所以你當supervisor 你是最高的市長 你完完全全沒有責任嗎 這個是在野黨提出來的疑問